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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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時候上的不是沒有上的 並沒有上的很好 我還搞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今天 你就可以完全了解 我想的很細啊 不會 你今天就突然說 蛤 你去年怎麼沒有這樣講 因為呢 這是我今天早上想到的心說 我今天在想說 你們應該怎麼講 然後會讓你們全部的人都了解 他了解嗎 他了解嗎 沒有那一位 不然的話我先跟你講 比嘉亮跟基準的那樣 你來學講 他了解好像沒有什麼好講 還可以吧 沒事 沒事 還是 來來來來 欸 欸 我先講這樣子 簡化跟歸納 主任 我剛剛全部有沒有聽得懂 他還要聽得懂喔 你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啊 聽不懂發文叫做退縮 快說啦 開笑的 快說啦 這個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講那個 簡化跟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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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三個人都很厲害 簡化跟歸納 我沒聽過 我只聽過簡化跟歸納 對 你想要簡化跟歸納 你跟我歸納 你就簡化跟歸納 然後就會讓他們覺得 喔好難喔 其實 據我所知 他們三個人很厲害 對 那你們兩個人呢 就要 加油啊 簡化跟歸納的意思就是說 有 當你碰到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你把它想簡單一點 這樣可以嗎 我是米德國貝嗎 不是啦 那是另外一個單元 就是啊 你碰到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來各位同學 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去想 然後找到它的規律 找到它的規律 知道嗎 那今天呢 主任呢 要講 三個 簡化跟歸納的這個題目 我要講 三個就好 然後呢 比較量和基準量 我講一個就可以了 講一個 你們就依此類推 所以說我們今天大致上是要講四個 來 來 看一下 什麼叫做 簡化歸納 來 我要講 我剛剛跟你說 我剛剛跟你說 我要教三個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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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 種樹的問題 種樹 第一個是種樹的問題 那個 老梗了 老梗 可是很多人活 種樹 第一個是 我們討論嘛 我今天討論 種樹 種樹 怎麼是老梗呢 雖然是老梗 但是呢 主任一定會把它變成 新任的梗 知道嗎 我們把種樹題目交給了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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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們講 再講 處法的 處法裡面 分數 處法裡面的余數問題 余數 余 余數的問題 好 這樣 這樣 知道嗎 知道 然後呢 第三個 第三個 主任要跟你們講 樹列的關係 樹列 樹 樹列的關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樹列的關係 然後這個呢 我等一下再講 來 有關於 種樹的問題 種樹的問題 你 妹妹 還記得種樹的問題是什麼嗎 馬路 不記得 我現在跟你講 種樹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這裡有一條馬路 這裡有一條馬路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那我們要 種樹 在大陸 種樹 旁邊 種樹 種樹喔 你可以這樣子種 比如說 這裡有一條馬路 你可以這樣種 對不對 然後呢 這條馬路 你也可以這樣子種 種另外一邊 要直接一邊 然後呢 或者是說呢 你也可以這樣子種 種兩 這樣對不對 對 你也可以這樣子種 這樣知道嗎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不然呢 你也可以這樣子種 請問 還有沒有其他的種法 有啊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這樣這裡有四種 還有更多 對不對 錯 還有更多 其實它只有三種 有一種錯 沒有 這裡只有三種 對 三種 其中有兩種是 重複的 下面那兩個 下面那兩個 重複就是說 一樣的東西 來 這個形狀跟這個形狀 跟這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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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形狀是不是 這兩個形狀 倒過來是不是就一樣了 對不對 是不是重複 可是主任也可以只種一棵樹啊 我現在是說齁 它的格子 就是 就是要有三個格子 好臭喔 它就是要有三個格子 看到沒有 如果 臭 妹妹 有沒有看到三個格子 這樣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三個格子 知道齁 這樣是不是 有四種 不是四種 剛剛我們就跟你說嘛 是三種 對 是三種 另外 另外這一種 插掉 來 各位同學 我現在 我現在重新畫一遍齁 來 這裡有一條馬路 就是我們 補習班前面的這條馬路 現在呢 我們鄉長說要在這邊種樹 知道嗎 是喔 一種方法是 來 聽我講齁 它的意思是說 那個鄉長的意思是說 鄉長的意思是說 鄉長的意思是說 要三個格子 有三個格子 都把它化成三個格子 你可以這樣子種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子種 馬路是不是都一樣長 那 這裡種了幾棵樹 四棵 你要種樹也可以 你要擦幾棵也可以 你要知道齁 樹種的越多齁 錢就 花越多 花的越多 但是呢 這個 二氧化看變越少 我們這個 空氣也越多 空氣也越多 就會變得很漂亮 樹種的多的話 錢花的多 但是呢 我們的這條馬路 就變得很漂亮 那 是不是都同樣一樣長的路 看到沒有 嗯 那 你覺得它種的樹有一樣多嗎 嗯 沒有一樣多 這裡種的比較多對不對 對 這裡種的就這樣 少了一個 那這裡是不是只有一個 不是這裡只有一個 這裡是兩棵樹 這裡是三棵樹 這裡是四棵樹 那你覺得要種幾棵樹 四棵樹 種四棵樹 四棵樹跟三棵樹有什麼不一樣 少一棵 數量不一樣 對 三棵樹跟兩棵樹 它也是少了一棵 馬 馬路是一樣長的 對不對 數量不一樣 來 它們當中的差別 也不是說加一棵樹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區別這三個 這三個你要怎麼區別 這個你要怎麼說它 四棵樹 四棵樹 這邊的意思 端點 端點 兩端 兩端都中 這是不是兩端都中 如果說這一個叫做兩端都中 那這一個叫做什麼 一端中 一端不中 這叫做一端中 一端不中 這裡是不是有中 一端有中 一端沒有中 這樣知道嗎 下面那是兩端都不中 那這叫做兩端都沒有中 懂不懂 這樣懂 這樣有沒有分清楚 兩端都很中 兩端都不中 一端都不中 一端都不中 兩端都不中 好 那我們現在要討論什麼問題 同樣的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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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四棵樹 四棵樹幾個格子 三個 有三個格子 三二一 來 這個是四棵樹 四棵樹 這個是 四 跟這個三 的單位 有沒有像 它的單位 有沒有一樣 這個四的單位是什麼 可 是數啊 對不對 然後這三的單位是什麼 格 格子 來 如果說一個格子 這一個格子是十公尺 一個格子是十公尺 一個格子是十公尺 看到沒有 是不是有三個十公尺 三個格子 三個十公尺 有沒有記得得格貝 沒有 三個格子 三個十公尺 所以說這裡總共有三公尺 知道嗎 不一樣 那 三十公尺 跟三個格子 也不一樣 這是三個格子 這是三十公尺 他們單 之間是有換算 好 有沒有聽到 好 那這個四是什麼 四棵樹 三個格子 四跟三個有什麼關係 加一間一 每一個都是三個格子 是不是 來 三個格子 四棵樹 是不是多一 三棵樹 三個格子 是不是沒有關係 零 對不對 來 三個格子幾棵樹 兩棵樹 兩棵樹 這樣知道嗎 是不是少一 來 來 兩棵都中 一端中 一端不中 兩端都不中 兩端都不中 它的狀況 它的差別 我們需要簡化跟歸納 簡化跟歸納 也就是說這三個 這三個 跟格子的關係 就有加一減一 跟五加二減 妹妹有沒有聽到 有聽到 好 這裡是簡單的 來 關於這樣子的題目 關於這樣子的題目 來 這樣主任是不是有三種呢 對不對 對 格子跟樹的問題 是不是有三種 主任再增加一個 妳看我要增加哪一個 不能吃了 好 我跟你說 來 來 這個齁 這個齁 在格子上在中指 不是啊 就已經這三個了 另外一種 這樣子 圓形 不是 不能說圓形 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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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閉型的 什麼叫封閉型 你覺得你們學校的周圍 如果說要種樹 你們學校是不是封閉型的 封閉啦 封閉啦 你的學校的校色可能是這樣啊 你們學校是正方型嗎 不是嘛 可能是T型嘛 對不對 看你們學校有多大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封閉 學校是正方型 當然你們學校也不可能是圓的啦 不可能啦 可是你看喔 有一些水池是圓的 對不對 那前面那個 學校是圓形啊 好恐怖喔 對不對 是不是圓的 前面那個水池是圓的 它可以在上面放很多的那個 漂亮的雕像 然後固定回去一起 對不對 也可以嘛 是不是 來 這叫做封閉型的 我現在要問你 封閉型如果說 種樹跟格子的關係 是哪一個 是 一二三選 一 錯 三 二啦 錯 你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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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棵樹幾個格子 兩棵樹 幾個格子 兩個 看喔 四棵樹幾個格子 四棵樹 這樣知道嗎 這樣有沒有聽到 這樣有沒有聽到 來弟弟 有沒有聽到 有聽到 來 聽我講喔 來同學 同學 同學 對 其實還有一種題目 還有一種題目 還有一種題目是 還有一種題目是說 端點只中一個 看到沒有 這個這個跟封閉的是一樣的啦 來 你看 也是一樣第二種 一樣 也是封閉型的 第二種 這樣是不是封閉型的 所以喔 所以喔 種樹的問題 種樹的問題 聽我講喔 如果說以馬路來講的話 三種 加一減一 不加不減 知道嗎 當你下一次碰到 種樹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想 主要跟我講 加一減一 不加不減 這樣子 這樣子有沒有知道 然後 兩端中 兩端都不中 一端中 一端不中 對不對 兩端都中的當然是 加一 知道嗎 他們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聽到 來 封閉型的 就是 不加不減 對 有沒有聽到 好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這種題目喔 如果說一個班級 有二十個人 會做的大概是三個 其他的都 觀念模糊 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們這一班 他們都很厲害 主任 你錯囉 33個人只有兩個很大分 對 我就說一般來的 來來來來 這個題目喔 在什麼時候就出現了 你知道嗎 國小三年級 經常好事 國小三年級的課本裡面 就有了 因為主任都是 補導學生嘛 國小三年級出現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就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題目 因為我知道說 有一些國中的學生 都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 他們就不願意想 就是 國小的時候 觀念沒有中好 他到國中連想 都不願意想 所以我在 國小三年級 碰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就 我覺得 頭就很大 不知道應該怎麼跟小朋友講 還好齁 我覺得 為什麼 國小三年級的學生 反而比較願意想 國小三年級 剛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是願意想 然後 三年級 他如果說 沒有人帶著他 努力的去想他 那 隨便呼嚨過去 四年級五年 到國一他就不想 記住 種樹的問題 還要再記住一個問題 種樹的問題 剛剛是不是 兩端都中 一端中 一端不中 兩端都不中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要注意的 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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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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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裡是一條馬路 這裡是不是 馬路 喔 一隻 馬路 看到沒有 馬路 馬路如果說 我說這裡有三十公尺 三十公尺 看到沒有 每十公尺 種一棵樹 知道嗎 兩端都種 兩端都種是不是這樣子 幾棵樹 四棵 四棵樹 四棵樹對不對 但是 兩側 兩側 這個地方也要種 八個 我們考試就考兩側的啊 這樣對不對 主人講對不對 對啊 有一種問法是說 指中中間的安全島 安全 你們看過安全島 有 安全島 我們來看那邊不也是有安全島 對不對 安全島 所以我們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看清楚問題 知道嗎 這裡的陷阱就是兩側 如果說他在 找麻煩一點 他就說安全島也要種 知道嗎 中間就是分隔島 就是一個大馬路 對 旁邊會有那個 旁邊會有那個 對 這個地方要種 這個地方要種樹 那 中間有安全島 我們中間的安全島 是不是都 有很多的 LED的燈 然後這個地方也要種 最少就是 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 分隔的燈 對 這樣有沒有聽懂 來 意思是說 你要看清楚 意思是說 有沒有聽懂 聽懂 來 兩側的題目 現在主任來跟你講 我們來做一下 立體 我們只要注意 來 開始看喔 來看 如果說我現在有一個 一千公尺 一千公尺 一千公尺的 馬路 只要種一側就好了 不要種到兩側喔 一千公尺的馬路 如果說是 五十公尺 種一棵樹 五十公尺就要種一棵樹 五十公尺就要種一棵樹 五十公尺種一棵樹 會不會太稀疏了 很稀疏喔 請問 怎麼種 兩端都中 兩端都中 兩端 二十啊 二十一棵都中 兩端都中 兩端都中二十一啊 或者是 一端中 一端中 二十二十 二十 剛好二十 或者說一端中 二十九 然後一端不中 看到沒有 你看喔 一千公尺 一千公尺 有幾個五十公尺啊 它總共有二十個五十公尺 因為它兩端都中 所以它加一 二十一棵樹 如果說是一端中 一端不中 一千公尺 有幾個五十公尺啊 有二十公尺 一端中一端不中 所以就不要加不要減 知道嗎 如果說是 然後 然後 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端中 一端不中 如果說兩端都不中 兩端都不中 一千公尺 有幾個五十公尺啊 有二十個五十公尺 因為兩端都不中 所以要幾個 所以它就是十九 這樣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聽懂 有聽懂了齁 這是重數的問題 好 重數的問題 好再來看 我要跟你們介紹 另外一個 除法跟 魚樹 除法跟魚樹 它這也是規律的問題 我覺得你們幾個都很會處理規律的問題 你特別會 我們的冰棒瓶那麼會擠 來看齁 來看齁 好久沒有 第一個圖形 是 圈圈 第二個圖形是 三角形 第三個圖形是 叉叉 第四個圖形是 三角形 再來是 星星 三角 圈圈 還有三條 再畫一個三角形 這樣幾個了 六個 六個了 圈圈 三角形 叉叉零 星星 五四話 剛剛說錯了 三角形 四角形 四角形 再畫一個 好這樣子這樣 好 那麼多 有沒有看到 很多 請問 第 我們逛 第什麼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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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菱形 為什麼 因為166 魚4 16 算是零星 那個魚數要再加那 你們那麼厲害 我還是要加 20 這就是除法跟魚數的問題 我說第100個 你看 幾個一個循環 6個一個循環 是不是6個 6個循環一次 對不對 6個循環一次 也就是說 如果說是6 第60個是不是剛好整 剛好三角形 60除以6 這樣是不是剛好十 剛好整除就到這個地方 看到沒有 那如果說是61個 61個 來 61除以6 是10 然後這裡是魚1 就是第1個 這樣看到沒有 這樣知道嗎 對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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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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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图形是这样 第三个图形呢 是这样 第四个图形 是这样 然后呢 第五个图形是 这样 请问第 100个 第100个 他有几个 他可以这样子问 就是说用牙签 或者是火柴棒 不最好那牙签 几个火柴棒 那个我最恨了 要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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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跟你说 刚刚有没有跟你讲说是数列的关系 201个 202 如果说错了 就我亲你一下 你 再亲一次 再亲一次 只会有点同屁 再亲一次 你要把零一哦 我就回来了 你要有想啊 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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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每一个吧 这个是122加3的 我完全不知道 然后第10个 好第10个就好 我们说第10个 21 你最好是不要说错 你最好是不要说错 对啊 好来来 很威胁我 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关系 2加尾 你要先观察关系 加2加2加2 这个有几个 3个 然后这有几个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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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 9个 9个 是不是都是在加2 它之间的关系是2 对不对 来你看哦 第1个 你跟我听一听 第1个 第1个 这叫做第2个 第2个 第2个是不是 第2个是不是加一个2 加一个2 第2个是不是加上一个2 对 看到没有 来 第3个 要加几个2 2乘2 2乘2 我只要问你们啊 诶 我只要问你啊 他们两个都会 哦 干嘛 第3个要加1个2 哦 什么 没有 知道吗 看到没有 好 请问 第10个 3要再加上几个2 第10个 第10个要加几个2 第10个是 第2个要加一个2 9个 再加上9个2 这样知道吗 2 所以说 第100个 3要加上几个2 99个2 这样知道吗 这样会不会 我告诉你啊 10个形状的问题 都可以靠这样子的方式来解决 你不要看图形 你把图形啊 把它写成数目字 嗯 这样知道吗 你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懂不懂 好 好 接下来讲 基准量跟比较量 基准 基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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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基准量跟比较量 来 各位同学 关于 关于 基准量 关于 跟比较量 主任呢 就讲 2个字 你就可以了 2个字 比值 不是 我给你讲分数 還沒有感覺對不對 來 分數 來有沒有學過分數 有學過分數 一個分數的組合有什麼 分母跟分子 對了 多放 還有線 分母線 這樣對不對 你看 基準量 跟比較量 其中有一個是分母 有一個是分子 基準量是分母 基準量是分母 YOU IN LOVE 你看 就是這個盒子裡面 你看這個盒子裡面 有幾個基蛋 我們在學分數的時候 第一個學的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基蛋 還有蘋果 然後裡面有十個 誰當分母 我 是不是十當分母 然後呢 你吃掉兩個蛋 這二是不是分子 誰在跟分母比 是不是二在跟分母比 比較 對 基準 基準就是我們的 分母的分母 你寫得好激動 對啊 超激動 有沒有比去年要比較近一點 來 這個二是不是要跟十做比較 所以二呢 分子的部分呢 叫做比較 這樣有沒有聽到 來 比較量跟基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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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較量在哪裡 分子 比較量 比較量在分子 然後呢 基準量在哪裡 分母 在分母 這樣知道嗎 來 寫成這樣子 寫成這樣子 上學期有學過的 比跟比值 選一個 比還是比值 比值 我們在學比值的時候 主任有跟你講 一個字 那個字 大家都會忘記 而且 看到之後 都不知道 他在講比值的那一個字 是什麼 不要講 比 錯 我可能是比吧 來 主任這個 這什麼是題目 十 九 主任說的是題目 比值 有另外一個 中國字 不 我 真的